野外乌龟不清肠 说到乌龟冬眠清肠问题 总是会有一种声音 野外乌龟谁给它清肠 有些人的思维真的很奇怪 当你说大水体养龟 深水养龟时 他们绝口不提野外 但是在涉及到乌龟停时清肠时 就动辄野外 野外 你真懂野外吗 你有野外那么大的水体吗 你一个小饭和那样的水体 就敢比野外 野外水体是巨大的 家养水体与野外相比 连九牛的一毛都做不到 显然是无法与野外相比的 野外由于水体巨大 并且直接与大地相连 对气温变化的缓冲能力是很强的 举个例子 当早晨气温八度时 野外水体水温不会这么低 与气温相比 它是温的 原因就是水体由于巨大的比热容 它的温度变化是缓慢的 由午后到第二天早晨 气温很快由25度变为8度 而水温可能只下降了几度 还有20度左右 而日出后 气温又很快由8度上升到25度 而水温由20度缓慢上升到25度 与气温变化相比 野外水体温度在一天内 总体是稳定的 遇到突然大降温时 同样也是如此 气温很快就降低了 但野外水体 水温下降缓慢 总体稳定 野外水体的这种特征 是家养水体无法比较的 懂归先生养归使用的 基本都是1米或1米2的物流香 深水区水位20厘米左右 即便是这样 遇到大降温天气 也只能缓冲一天的时间 第二三天水温就与气温差不多了 更不用说那些使用很小水体养归的 水温是基本与气温同步变化的 所以同样都是8到25度的气温变化 家养乌龟喂食 很容易出现肠问题 但野外水体里的乌龟可能就没有问题 因为水温根本不一样 正是由于野外水体对气温变化缓冲能力强 所以野外乌龟近视后 不会存在嘎嘣一下停止消化的情况 稳定的水温让乌龟有充足时间消化食物 然后将粪便排泄出去 所以 你说野外乌龟不清肠 它们不是不清肠 而是野外水体有稳定水温 能让它们完成自然清肠 而且 野外乌龟的体质 是家养能比的吗 无论是温度的稳定性 还是乌龟体质 家养都无法与野外相比 而且野外不仅有大水体 它还有大地 它还有复杂的地形 遇到大降温时 乌龟有选择 它能找到利于生存的地方 而家养就一个小盒子 这么单调的环境 你让乌龟怎么选 只能是养龟的人 小心应对 野外水体有我们能借鉴的地方 例如大水体对温度的稳定能力 生态系统对水质的稳定能力 这些我们都可以学习 实际上 东归先生的火山石古法养归养育方法 就是从野外学来的 大水体稳定水温 减少温差 火山石底沙培养细菌微生物 分解粪便残渣 水草植物吸收污染物 工具罗虾与处理残渣和蚊虫 都是从大自然生态系统学来的 但是人要有自知之明 你不能什么都和大自然相比 因为很多东西你根本比不了 对于秋季气温忽冷忽热 温差大的地区 在正是冬眠前的半个月到一个月 即使给乌龟减少喂食 停食清肠 是减少冬眠前出现肠问题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也有助于减少乌龟冬眠过程中 出现肠炎 腿窝胀气气肿或暴毙 野外 真不是你想比就能比的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